年末交通意外频传为了减少事故发生 交通局及日企将针对四大重点执行高雄市交通大执法勤务 要请民众特别留意 年底的交通大执法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酒驾 第二个是为里让行人 第三个是行人违规穿越 第四个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超速 根据统计数字显示 在年末的酒驾建树也随着民众聚餐活动较多而提升 对此交通局也将增设蓝茶店 希望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从大数据上来看 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因为民众的餐验比较多 所以它的交通的履次量也会比较多 所以事故数的部分会有攀高的情况 那尤其是以酒或驾车的这样的违规事故的部分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特别跟警察局合作来针对年底的部分 提出了一个12天的交通大执法 另外前证区日前发生因车速过快 而造成年轻情侣双网的悲剧 交通局也表示将透过科技执法加强取地超速车辆 以确保道路安全 很多的交通事故往往因为速度有关 如果速度快 那很容易就是因为撞击的速度快 然后导致人的受伤而比 情况会更严重甚至而死亡 所以超速一直是我们跟警察局合作的重点 所以会针对路口闯红灯等超速 还有路段中的闯红灯超速的部分来加强 除了酒后驾车超速驾驶之外 交通局也将针对路口不停让行人 及行人违规穿越马路加强取地开罚 希望民众都能遵守道路规则 共创道路安全的友善城市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